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有人跟我說啊 師父你們今天來這個地方啊 一般人是不會來的啊 因為師父你們來啊 所以我們才敢來啊 有這樣子嗎 沒有啊 這個地方有沒有加持有沒有 有沒有加持 對師父的人有沒有加持 對世間人有沒有加持 對世間人怕得要死啊 來到這邊回去就生病啊 為什麼對修行人有加持啊 大家跟我另一遍 王者說法 生者聽經 死掉的叫做王者啊 生者聽經啊 生著 現世的人 在座的人 還沒死掉的人 還沒死掉的人 叫做活著的人 會動的人 生者聽經啊 為什麼這個地方有加持啊 因為看到 人往生啊 我們也是人啊 會不會死啊 早死 晚死 都要死 有一個出家人啊 他修十年啊 一點成就也沒有 一點成就也沒有 然後 他特別 到一個山上 找一個 有修有正的 那老和尚 那老和尚 修行得自在啊 那 這個 出家 十年的 法師啊 他覺得 出家那麼久 一點消息也沒有 出家這麼久 一點成就也沒有 所以他特別到了山上去找老和尚 跪著跟老和尚求法 老和尚啊 請你教我了脫生死的方法啊 老和尚啊 請你引導我 怎麼樣修行才會有成就 老和尚說 你去找別人吧 我年紀一大把了 什麼成就不成就我不知道了 我早上吃飯啊 中午睡覺了 晚上也早一點睡啊 這個就是我的修行方法 然後他 他知道老和尚在敷衍他 老和尚在考他 所以他就跪著 跪下大殿 師父啊 你不教我口訣啊 我就在這邊跪啊 老和尚說 隨便你啊 我要睡覺啦 然後就房間 關起來就晚上就睡了 早上起來還跪著 中午吃飯也跪著 跪了 兩天啊 老和尚於心不忍 哇 這個真的是要來修行的 一般人跪了半天就離開啦 誰會跪那麼久啊 所以老和尚就告訴他啊 口訣啊 沒什麼口訣呢 但是我有一句話你要記得啊 我講一遍你跟我講一遍 各位要不要聽口訣啊要不要 要不要聽口訣的舉手 我不會教你們賺錢的口訣 我也不會賺錢啊 我沒有賺錢啊 什麼叫做口訣啊 我講一遍你講一遍好不好啊 老和尚跟這個出家法師說啊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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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死 你也會死 大家都會死 大家都會死 我們一起死 我們一起死 老和尚就跟這個出家法師說 這個就是我的口訣啊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死字啊 貼在你早上起來看得到的地方啊 那你就會精進啊 死是不是口訣啊對不對啊 硬光大師大家都知道啊 把死貼在 他的門上面啊 所以硬光大師說啊 一個人如果念病 你也生病的時候 什麼慾望都沒啦 你生病的時候躺在醫院 你會不會想看電影啊 會不會 你 你生病啊 你躺在醫院 你會不會吃大餐啊 所以大家跟我念 念病 慾望永除 念死 道夜至成 所以這邊有沒有加持啊 那所以 今天就跟各位講解一下 生老病死的過程好不好啊 太重要啦 藉由這個殯儀館啊 這個 這個氣氛 人家說這個氣氛很好耶 啊 這有法師這個氣氛叫什麼 理由啊 我不會講啊 氣氛啊 我們這邊有這個 初離心的氣氛啊 有沒有 初離心的氣氛 那個 福祿寿園區啊 大家選好位子了沒啊 所以剛好喔 這邊 談死 那各位要跟各位講 生老病死的過程啊 佛陀為什麼會來這個人世間啊 佛陀說為了老人 為了病人 為了死人而來的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這些老人的問題 病人的問題 死人的問題 那佛陀不需要來啊 佛法就 啊 不會產生啊 啊 所以生 從何來 死從何去 每天要去思維啊 那不是一直忙著賺錢啊 不是一直忙著 啊 沒有意義的事情啊 錢可以賺 賺錢拿來 父子佛法 拿來供養三寶 拿來慈悲眾生啊 所以每次 這個戰日法師這個 索南格西 他們在講 他們在尼泊爾如何利益眾生 如何 啊 幫助這些生病的 貧窮的 啊 老人 孤兒 我內心就在那邊講 隨喜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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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變我的 我的 給大家 啊 各位要不要隨喜啊 佛門當中啊 最殊勝的功德啊 隨喜功德啊 隨喜你不失的錢就 功德就 跟我一樣同等啊 所以 生 為什麼會生啊 因為業力而降生啊 為什麼會生啊 你不了解真相而 輪迴啊 所以大家跟我們一遍 生 是過去的造作 要去改進 要不要改進 你降生啊 你頭生啊 眼睛不好 要不要改進啊 腳不好要不要改進啊 長成這副德性 要不要改進啊 師父我長得怎麼樣 沒有啦 我是比喻啦 大家都長得非常的莊嚴啊 啊 長得矮 長得高 長得高矮胖瘦 長得有錢沒錢 啊 學歷高低 貧貴賤 你可不可以決定 你沒辦法決定啊 誰嘛要生長在有錢的 誰嘛要莊嚴的 誰嘛要幸福美滿啊 誰嘛要樣樣如意啊 誰嘛要智慧第一啊 但是這些 由不得你 因為生口義的造作成為業 業影響你的命運 關係的未來 所以你今天做的 會影響到明天啊 你今天做的 今天的善業 會成為一輩子的永恆啊 各位今天在這邊造善業啊 如果你是以菩提心來造這個善業啊 佛陀說啊 生生世世的功德福報都在啊 意思是說啊 你今天來這邊啊 你等於賺一千萬啊 那你要幫助眾生的時候 你一千萬出去 一千萬永遠都不會流失啊 這樣好不好啊 意思是說錢買不完 錢花不完的意思啊 所以生怎麼生的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啊 你不滿意 那你要懺悔 你要改進啊 啊 再來跟我念 老 是自然的現象 要去接受 要不要接受啊 你不接受也如何啊 你不接受你就痛苦啊 走路越來越慢啊 啊 老花眼鏡啊 吃東西吃得慢啊 啊 壽命衰減 啊 氣力 力氣越來越小了 搬個東西搬不動啊 臉色也不好看啊 皺紋長出來了沒啊 長出來了啊 你以前啊 一百七十公分啊 年紀大了會怎麼樣 會變 會變一百七十一嗎 變一百六十五了啊 哈哈 這個叫做什麼 台語怎麼說 老倒縮喔 老了縮水啦 有沒有發現啊 奇怪這個 這個鏡子的高度是低了還是 奇怪這鏡子 我以前照鏡子 我比較高的奇怪是地震 鏡子掉下來了啊 不是啊 身體變矮啦 你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這些都是自然的現象啊 因為有這個身體 畢竟就會有生老病死 所以佛頭告訴我們 生 是一切痛苦的逼迫了開始 慢慢的逼迫著你啊 逼迫著你老啊 白頭髮長出來啦 作文也慢慢有啦 然後走路慢啊 行動慢啊 講話慢啊 老的特徵呢 坐著想睡覺睡不著啊 想睡覺睡不著啊 躺在床上一直打阿欠啊 老了老了 所以這個是忽可奈何呢 老了之後會怎麼樣呢 會病啊 給我唸一遍 病是 業力的討報 要去承擔 每個人會不會生病啊 會啊 會生病 這個代表業力啊 沒有一個人不生病啊 那代表每個人都有業力啊 業力討報啊 佛頭告訴我們 第一個不殺生啊 你不殺生 你又放生 你又死死 那你就永遠健康長壽啊 佛陀時代啊 佛居羅尊者啊 他發願不殺孫啊 所以到佛陀時代 一百二十歲 都不生病 九十一節都沒有生過病 羨不羨慕 今天有沒有把藥帶過來 有沒有 還是太趕了藥忘記帶過來 哈哈哈哈 太趕了啦 在座的各位 沒有吃藥的舉手 沒有吃藥的 哎呀 不錯耶 不簡單耶 繼續保持下去好不好 沒有吃藥 有沒有吃保養 沒有吃藥 有沒有吃維他命 有啊 那也是藥啊 哈哈 我們法師啊 你不要把我們背包打開 你會嚇死啊 維他命A 維他命D 維他命E 哇 越老藥越多啊 啊 還怕你忘記咧 還跟你分隔耶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咧 啊 去醫院有沒有那個藥盒子有沒有啊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咧 要吃的都不一樣 啊 啊 沒辦法啊 身體就是這樣子啊 你控制不住啊 但是各位要知道 生病的原因啊 是殺生吃肉的啊 啊 然後 病 病再來咧 病是死亡的前兆啊 啊 你生病慢慢你就 身體就慢慢就垮啦 垮啦 啊 老年人啊 再怎麼不生病 身體也會有變化 骨頭慢慢的彎啦 啊 走不動啊 衰退啦 這個叫做 豬根衰退 啊 豬根不受用 啊 老的 你眼睛慢慢模糊啦 耳朵慢慢聽不到啦 這些都會遇到啊 啊 所以各位 生死的問題啊 修行人要 注重生死的問題啊 啊 所以師父跟各位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不要白來這個世界好不好啊 來這個世界要幹嘛 不是享受的 來這個世界是消業障的 來這個世界是累積福報的 所以每個人應該都知道啊 這個是很正確的道理啊 修學佛法的人啊 兩件事啊 啊跟我唸一遍 進障集之 消除業障 累積之糧 所以佛陀又說啊 佛陀又說啊 為了為了啊 各位啊 要精進 所以佛陀講出一切的真相 世間有四種無奈啊 人有四願不可藏寶 人有四種願望不可以藏寶 每天都在變化 第一個跟我唸人生願 財產願 眷屬願 人意願 人生願 這個身體叫做人生啊 人生願啊 願我不要老 願我永遠身體健康 那願我 如何如何 所以這個生命的真相 告訴各位 人生願 人生不可藏寶 那佛陀告訴我們 因為人生不可藏寶 所以各位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你像我們的師父啊 每天都在做功德啊 每天都在慈悲啊 每天都在幫助眾生啊 那所以我們世間的人啊 這個身體是造罪業的工具啊 所以一百個人